今天的第二集 我就不點名批評任何人 但是很多移民顧問很討厭我 很多人就BNO lives outside the rule 做文章 又說我害BNO 什麼什麼 我一次過清楚這些移民顧問 走去蘋果買版委的行為 蘋果日報我不想公開動它 但是很明顯有關Lives outside the rule 的採訪外用 是跟某間移民顧問公司有關的 我覺得這件事很無量 我知道蘋果日報要錢 但是不應該這樣做 我相信 我一直以為 其實我不喜歡現在蘋果日報的總編輯 陳沛敏 其實有很多原因 蘋果日報任總編輯裡面 我猜關係最惡劣就是我和陳沛敏之間的關係 它是一個很公製立場新聞的總配權 OK 大家明白發生什麼事了 那麼 我看首先 有一個很長久的謠言 我覺得我一定要清楚 就是說我搞到BNO沒有居偶權 因為齊亞哥也是這樣動我 那些熱狗 我猜中共是有一套劇本去教人動我 首先 居偶權 BNO一直都還存在 甚至近段時間都還有人實習成功 因為我會跟個案 人們問我一定跟 這是第一 甚至有人已經拿了Brizzik的 Resident Permit 已經 我覺得 這些事情 我覺得很可笑 就是 大部分人就是我 都 也都不會說 周圍跟別人說 很厲害 我一向都勸他們 保持低調 那麼 我也沒有周圍問 那些領事館 問領事館那些人是什麼人呢 那些是鄉土那些人 有喊過我頭上 很過癮的 那些人是神經病的 第三 就是當時 我記得是 陶傑蠢奧鼠那篇文 有些人有我的篇文 這個是令到我和 我想我每次提起陶傑的時候 我都覺得是有心病的地方 所以我2016年 Brizzik那一集的光明頂 我是和陶傑一起做主持的 我這樣看 其實 這個 可以說 歐盟 他回覆 當時說 BNO是行使不了Eurice 那個其實是一個外交上 他們要這樣做的事情 但是 實際上 你知道 怎樣執行那件事 是各國 Member State 自己的權力 而BNO 這個是怪物 北歐都是一個法理怪物 要解釋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它真的是英國人精心砌出來的東西 即是要封死BNO 即是香港英籍人士 住歐洲那條很簡單 其實 有多難呢 直接 把這個 Rice 變成 BNO BNO 早就封死了 那 為何會建造BNO 出來的東西 我覺得由這件事情 大家就已經知道 那條線索 我也不說那麼多 我反而就是 我要解釋 Live outside the rule 這個理念 以及 現在香港人的處境 為何我對這些移民顧問這麼爭戶 我以前對移民顧問的爭戶 和現在對移民顧問的爭戶 是兩個不同的理由 以前我對移民顧問爭戶的原因就是 有些人 很多移民顧問對BNO 居休權很敵時 真正的原因是 他們想賺BNO這塊錢 他們不覺得BNO被歧視是有問題的 這件事就是 你為了你賺錢 而覺得歧視沒問題 甚至助長歧視 這個是crazy 我單純這件事 我已經足夠可以 鄙視你們這些移民顧問由頭 鄙視到我腳 BNO是一個任何 居留權和國籍分離的做法 除了台灣那個 因為特殊情況 不能不敢做之外 其他我都是會反對的 因為我是一個無端端被人剝奪國籍的受害者 你想想 我本來我家是印尼國籍的 為何無端端沒有了印尼國籍呢 就是因為印尼的排華政策 我對這些任何歧視國籍我都是反對的 原因是我是受害者 我是受害者的後人 我成為英國公民是我好運 但我對這種國籍的態度深感厭惡 所以為何我對這些移民顧問 從頭到尾沒有什麼好態度 也是一個原因 我也知道你們這些移民顧問 很討厭BNO居留權的真正原因 因為你用居偶權的移民顧問 是完全沒有委入的 居偶權真的 你一個人敢過去就可以了 是這麼簡單 你語言上 搞得好就是 我知道有很多人 我覺得就是 有些人 就是 覺得歧視是沒問題的 天公地道的 賺到錢就可以的 有些就是 香港人在什麼國的群組 很多就是 覺得BNO是博猛的 那當然不是博猛 你猜那些歐洲國家的政府 那些官員是傻的嗎 他們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其實全部都知道 那些人就會覺得 我親身苦苦的簽證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容易進來 這種心態很中國 所以我對石卡蜜是不信任的 原因我不想多說 我不想公開批評石卡蜜 但是我 所以我不會入任何 香港人在什麼的群組 也是這個原因 我看到太多一些古形精怪 甚至最近有些人叫我入 某些Telegram群組 我都不會再入 我說明 不清理五毛 不清理這些古形精怪 奇言怪狀的香港人 我不會入 我只會繼續做東邪牛 回到我自己的桃花島上 但是現在 Leap South Side rule的情況跟之前不同 平權就已經是 差不多可以說 已經去到尾聲了 那些移民顧問 為什麼這麼討厭Leap South Side rule 他們仍然想賺那塊錢 賺到Visa那塊錢 他們想在這個 國安法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你有沒有搞錯 我真的覺得 你那些移民顧問 就好意思假裝黃 我真的覺得 你幫我去吃屎 現在是走爛 走爛和移民最不同的是什麼 走爛你是要遇到 你未來的處境是不好的 很多事情 譬如穩著岩屍很小的那些 當然是不好的 我告訴你 老闆這件事 我覺得早些找工作 早些少做 不要給華人店 不要在華人社會裡面找工作 華人社會那些混蛋 我早就說了 我不是說英國是天堂 英國有很多問題 我可以跟你說 如果你叫我列英國的問題 作為保守黨員 我可以列一堆問題 給大家看 剛才 因為我等下 下午我就要 其實兩個小時後 我就應該要做回 我應該要做的事情 喂 我要列一堆英國問題 很容易的 其實 從頭到腳都可以 沒有問題的 問題現在是走爛 走爛你要預算 除了真的 香港人現在叫做有時間 叫做好些 If outside the rule 你還可以買機票 你還可以收拾東西 走 你印尼九三明政變的時候 大哥 你家裡外面 有那幫這樣的痴線暴民 在你外面 拿著把刀那時候 你已經死了 你還說還說走到 當時走到 居然想到 中國政府派出來的 那一架拆船 已經繼續幸運 但你去到中國那裡 還是糟糕 然後 從中國再下來 香港二次逃亡 這是什麼 來到香港 語言不通 什麼都不通 誰知道 香港的社區說廣東話 我們的長輩都是這樣 什麼都不知道 就是拿著身份證 有些是有單程症惡 有些是驅逐出境 趕他出去 本來要你回到人 又回不到人 猛盛盛地留在香港 很多這些故事 歷史是這樣的 香港人有時間走 我還有少許時間給你走 以及This is good luck 你移民顧問還打算賺錢 你沒事 如果你為了移民顧問賺錢 你的言論 搞得人們遲了 你死了 是不是你負責 我北歐 我對這些 所謂什麼 即是怎樣 以借英國移民之名 搞content 那些人 我北歐都對他們的態度 是非常之差的 可以說 你是不是要賺這筆錢 這筆錢就是一定要你賺 大佬 你不是應該盡可能安排 有多少錢 離開都要離開的嗎 是不是 我不會這樣看問題 即是你要知道 現在中國政府是在發瘋的 現在的時間 所有每一天都是賺的 我告訴你 真的 每一天都是賺 現在我被機器外出規定 現在只剩下兩個月 一月真的行 假設行五加一 最差的情況 其實最差的情況就是 一月行五加一 但未正式過得平權立法 但是 你要想這件事情 如果真的香港的標準 真的吸收了 是做平權立法 我固然這些移民顧問 全都會去黑米 但是我現在怕就是 真的 如果香港的標準 變成政府的標準 會不會在中國政府發電 不讓人出境 我想問你究竟這些移民顧問 搞什麼 我不明白 大家要明白就是 在英國的生活可能是艱難 可能有部分人 可能分流到歐洲 可能一開始生活都不容易 一開始 問題就是你要知道 你現在走了 你不明白當初移民 我明白在 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移民潮的時候 很多人 因為在香港可能突然間 是很高薪的人士 突然間你去到 其他國家 例如加拿大那些 大家可以知道 加拿大了 雞蛋也很三隻 過了之後 你的生活就很艱難 然後就覺得要回舊 很多就對移民的經驗不好 所以變成了岩屍 也是有理解 那些個市 相對成太平 沒有辦法 大家只是那個人 覺得那個人很貴 問題是今時今日不是的 這個不是人 A次是一次大逃亡 真是大撤退 大家知道 現在這個處境 國安法再這樣搞下去 是遲早有人 現在是1950年左右的上海 一真是風光 或者有什麼東瓜豆腐 習近平發瘋的時候 大家知道 大家玩完了 其實這件事很清楚 看歷史就知道 歷史可以遇見障礙 我不是未來人 我看歷史就可以看到未來 因為人類是不斷重複的 為什麼英國政府要想出 歷史外面的法律 原因就是 有些人如果覺得 你現在走到就走到 我寧願早一點 當然 英國人 因為這個歷史外面的法律 定得很充滿 有很多事情 是很多漏漏的 我也知道 很多 很多奇怪的事情 我每天都在看個案 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問我的個案 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我有一些要返回公司 我也做過 我不知道嗎 我知道 什麼奇怪的事情 我看到的 有幾個交易都有 問題就是 你現在先保住一條命 但是你看到有些人 有些人不是移民顧問 有些人是自己拿著英國公民護照 在那裡亂說話 那些我不用說 那些我就只會交給MIFI去處理這些人 這就是英國人的敗句 我就覺得未來會處理 我是放長雙眼的 看看這本英國公民護照 還可以貼多久 我也是英國公民 但是我看不過眼這些 但是你說移民顧問那些 我很深 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需要幫MIFI去處理 我覺得你們 你們是移民顧問 今天的聲稱 不是應該用你們的know how 去幫其他人嗎 我不是叫他們開善堂 有些人說不應該 MIFI去處理來賺錢 OK 那你有些事情 你還有一個business model 我實在說 我又不是說不給錢人賺的 那些仆街 我又不是 但是 如果你還是覺得 眷戀以前的那塊錢 就不好意思 這才是問題 究竟如何迎入英國社會 那些所謂英國KOL 沒有做的 這也是很大的問題 這些事情我覺得 我想我做了這麼久 其實香港人對英國的理解是很奇怪的 也沒有他主動了解這個國家 這個護照的國家 我想我從小到大 一件事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離開的人 每次我被拘捕處境在香港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我的處境是很奇怪的 作為一個小數族 我居然住在香港 我住了香港二十年 即是主權移交之後 接近二十年 其實已經賺了 很坦白賺了 即是作為一個這樣的處境的人 我就很清楚 我一定要認識我自己的文化的根源 英國 荷蘭 荷蘭是我前夕的問題 即是有些中國人 五毛就說 你一時去英國 一時去荷蘭 一時去德國 大佬 對很多男人和歐洲人來說 他有多個國家的淵源是很普遍的 歐洲尤其是 歐洲有些人 四重國籍 四本護照 一人拿四本不同護照 交稅都交到他鎖 但他沒有辦法 因為那些全部是血緣關係的問題 因為有些是以前奧空帝國的子民 有些是以前德國的 歐洲有些城市 過去一百年的主權 逆手四五次 很正常 有些地方很閒的 有人四重國籍有什麼奇怪的 加上那些又通婚又戰亂 我有時覺得環社會就是看得太狹窄了 我們南洋人經歷過的事情 跟歐洲人是類似的 我們經歷過很多戰亂 我們不知何時走 可能一個家族歷史過百年 是幾次遷復 經歷過幾次暴亂 經歷過很多大時代的變動 有什麼期 所以我看的事情跟其他人不同 也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有認真研究自己的家族歷史 這也是時勢所迫的 慢慢去知道 原來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所以我希望那些移民顧問 有一件事 我真的很真心 如果你們不想你們繼續變得很黑人爭 你們現在不是走去動我 真的動我 他們只會令自己更黑人爭 因為我在這個BNO 這問題上我一無所求 說真的我又不是想從政 我真的覺得 基於公義的心 我覺得應該要做下去 這就是 你們是移民顧問 如果你們還想被人證明你有價值 你們不是走去罵那些 用gist outside the rule的人 因為你沒有錢賺 你就罵爆別人 我覺得這件事是神經的 你不是去協助 就是我可不可以提供一些 比如 避免找藍絲業主租樓的業務服務 雖然我覺得也不應該接觸華人社 你可以提供很多不同的事情 Whatever 你們這麼熟英國的聲稱 為何你們最後不是那一回事 為何最後是我黃世澤 很多時候我去看回 Lips outside the rule的案子 或者他們生活上 一樂機比例 學校下往 最初不知道 大學不知道 最多就找Home Office Whatever 或者有一些早到了 最初就給一個 可能是不同的 就給一個Visitor 由Visitor轉回Lips outside the rule 怎麼做 很多這些古營精怪 最後是我早回來的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希望移民顧問 令自己越搞越淘汰 現在我想希望大家認清楚一件事 現在是走冷 走冷 你預計的環境是很差的 你記住要保住自己的命 你也不要相信 你會保住自己的命 什麼拜登裝選 計劃會取消什麼什麼 你不要相信這些 拜登最後他也要極逼和當勞聰鬥王 因為美國的國策已經有一個重大改變 這個是 我猜很多那些人不說清楚 因為國際處境 其實是全球反中的形勢已經形成了 我想其實到了這個時候 我覺得 移民顧問你說什麼 就算你怎麼攻擊我都好 沒有意思 你不會改變一個大時代 我是一個時代的慘物 很多人都覺得 最初不相信BNO會平權什麼 為什麼你還堅持那邊 我摘線故事很簡單 因為我是一個這樣的經歷走出來 我覺得我要出聲 堅持了這麼多年 而我也知道 就是BNO平權很大機會 就是一套人道大災難 要跟著來的 正如我所言 一如所言 我所有事情 其實跟我之前所預言的一樣 所以我想 如果那些移民顧問公司 不想再讓自己變臭朵的話 我覺得 或者那些前移民顧問 現在就不知變成什麼顧問那些人 你們認真看清楚這個時勢 做人 我不想再在這個問題上這樣罵人 我不喜歡罵人 我只是希望大家認真 現在是走眼 走眼就盡快離開 盡快離開 你離開了火牆 就說 你知道很多可能生活都艱難 但是你離開了火牆就要保住一條命 你連命都沒有的話 你什麼都不是 我經常看著Kinder Transport那個 雕像 在柏林 在柏林 在柏林的 Francker Stars 那個 Kinder Transport那個雕像 那個是 往死的路 往生的路 那個雕像 我每一次走過都會問自己 我每一次走過都會問自己 我想起那個雕像 究竟我還可以做多少事 我每一次都會問自己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香港人花了太多的時間 在一些無謂的事情 而有些人就是 為了自己賺錢 而不顧大局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太離譜了 你沒有資格扮黃 不好意思 那麼今晚第二集到這裡 香港時間受到第三集 第三集 我猜我今天要說 要清理的事情 我也要清理完 這個星期日